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枸杞是养生界公认的食材 只要接触养生的朋友 都知道枸杞泡水、养肝明目、强生健体 枸杞含有的枸杞多糖等元素 能够促进人体肝细胞的活性 起到养肝明目的功效 具有较强的滋补效果 让身体更加强壮 我们都知道 男性之为家里的顶梁柱 承受着生活和工作的双重高压 时间长了 并会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如果在睡觉前 生脚几粒枸杞 身体会发现食人变化 1.睡前脚几粒枸杞三大功效迷不虚传 1.养肝明目 枸杞具有养肝明目的功效 男性平时工作 应酬 或者是朋友聚会 都会有喝酒习惯 喝酒就会损伤肝脏的代谢和排毒 也会造成肝脏损伤 男性每天睡觉之前 生脚几粒枸杞 能够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 还能加速身体新陈代谢 加速酒精分解 减精酒精对肝脏的损伤 修复受准肝脏细胞 2.养护心脑血管 学生年龄逐渐增长 很多人都会患上心脑血管疾病 男性更应该注意身体的保养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生脚几粒枸杞 加速血液循环 减少有害物质残留 枸杞含有的多种营养元素 能够加速血液流动 降低血液浓度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积 预防血管堵塞 降低患血管疾病风险 3.增强免疫力 男性身体一般都比较强壮 但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以及饮食习惯 都容易增加身体患病风险 也会增加患免几率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坚持生脚几粒枸杞 能够增强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预防身体疾病 降低患免几率 枸杞加它一起泡 轻松排除十年失毒 一旦上了年纪 女性若不注意饮食健康 让自己体内的湿气加重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导致 自己体内的脂肪分布出现异常 比如女性会出现水桶咬等现象 那么对此 女性应该如何应对呢 不妨将枸杞和胎解泡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湿气 大度难或许也会慢慢消失 我们先把枸杞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30克玉米 玉米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去湿药物 性质微寒 药性平和 可以煲汤喝 也可以泡水喝 带茶饮用 具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在米间一直流传这一种说法 吃玉米可以去斑 其实吃玉米是可以起到去斑的作用的 它有美白 去斑 除皱的功效 玉米中富含维生素B1和维生素E 经常吃可以改善肤色 消除粉刺 色斑 使皮肤白皙 光泽细腻 玉米是五股类中 膳食纤维含量最高的 可以促进肠胃的乳酮 帮助排除体内的有毒物质 玉米还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和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 有很强的美白功效 尝试可以保持人体皮肤光泽细腻 清洗干净之后 再倒清水将玉米浸泡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将玉米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倒锅中 再加入一碗的清水 开火将玉米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30分钟之后 把火关掉 水位亮到80度左右的时候 放入枸杞 再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这道去湿的养生汤就做好了 枸杞和玉米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 所以将枸杞和玉米进行搭配 对于白猪体内湿气来说 效果暂时很好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由于湿气重 经常出现全身困顿 疲乏的人群而言 就更为事业了 当然 由于人体中的湿气 并不是一朝一夕聚集的 所以也不指望 能在一瞬间就将它完全消散掉 关于去湿 其实就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需要用对的方法 还要有一定的耐心 否则湿气还没有去除 自己又开始胡吃还喝 长期如此 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湿气重 经常做这些运动 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帮助排出湿气 湿气太重的时候 平时我们可以经常散步来缓解 在散步的时候 你可以先双手插腰 先将蹬后面的腿 在蹬腿的同时 记得脚尖勾起 之后再蹬另一条腿 慢慢走出去 速度不要快 要稳住身体 这样坚持锻炼 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让湿气尽快排出 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 身体湿气重的时候 很多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平时懒得动弹 将会导致湿气更重 当体内湿气过重的时候 自己要注意及时调理 排出湿气 减少湿气带来的伤害 枸杞虽然很好 但是吃枸杞也是有禁忌的 1. 阴虚体质 腹泻的人不宜喝 枸杞比较温和 阴虚体质的人 如果喝了枸杞泡水 容易导致上火 可能会出现流鼻血 头晕乏力的不良反应 腹泻的人都不太适合 用枸杞泡水喝 喝了也会加重腹泻的症状 甚至会对食欲造成影响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喝枸杞泡水更应该重视 2. 干火旺的人不宜直接吃枸杞 有的人喜欢干嚼枸杞 认为这样能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 但是有一类人 是不适合直接吃枸杞的 干火旺盛的人群 炎热的夏季 很多人容易出现干火旺盛的情况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感觉口苦口干 身体容易缺水 平时的情绪还容易暴躁 这类人群如果吃枸杞 可能会导致症状加重 3. 每天的枸杞食用量要控制 枸杞虽然好处很多 但是吃多了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建议大家每天使用枸杞的数量 在15-20克左右 对于用眼过度 眼睛经常疲劳的人 吃枸杞能够起到滋养眼部神经的作用 保持眼睛湿润 枸杞含有的核黄素等成分 也有助于保护视力 俗话说 物极必反 如果摄入太多枸杞 也会省身体出现不舒服 感觉甚至出现上火的情况 所以想要保护身体健康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枸杞的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了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